詞曲 李宗盛 我從小就很呆 書念得不好 所以我常常跳課 我媽在我十歲的時候 就跑掉了 我很想他 但是完全想不起來 他長什麼樣子 我十四歲的時候 就逃家到車站當捆工 後來加入黑社會 學外省兄弟 穿西裝皮鞋 做高格調的流氓 不過卻發現 黑社會其實也只會嚇唬人而已 但我卻連嚇唬人都學不會 只能幫忙跑腿買煙 偶爾打架去湊湊人數 而且每次打輸 我都跑最後 27歲因為一場意外 我全身重度灼傷 只有臉沒被燒到 我在醫院躺了半年 因為太痛了 也不敢做復健 後來被送到安養院 旁邊躺的不是老人 就是植物人 有時候我急著要上廁所 叫了很久也沒人理我 想到要一輩子當活動 想到要一輩子當活動 所以我還是決定自己去找智慧 幾年前 我決定把家當全部送人 自己想去哪就去哪 偶爾打零工幫人挖墳墓 或是開宣傳車 平常就在山裡搭帳篷 自己生活煮飯 很多人認為我很可憐 其實我很快樂 為了賺錢去勾心鬥角 對我來說 那樣才更可憐